美方借口所谓人权问题炮制恶劣谎言 并以此为由干涉中国内政 抹黑中国形象 打压中方官员 这些行径毫无道德底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为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护中方人员正当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定 中方决定 对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炮制好年 推动出台对华制裁 损害中方利益的美方官员 对等采取亲政限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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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